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大的区别呢 当然就是上海有过非常灿烂的这种文明 这种文明是西方人带过来的就是殖民地文化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说东方从来是人类的一个黑洞 在这个黑洞当中繁琐是被殖民过 被殖民撕开一个口子的地方 它都是在这个国家处在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最好的一个状态的地方 恰恰恰上海就是如此 事实上也是如此 你知道今天为止能说句不好听的话 这个国家的人在共产党在调配上海的资源 在养活着其他地方的人 很多人说这个是全国资源上海 你怎么看 这不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吗 因为工商业从来不可能在不毛之地上发展起来 上海的观众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上海之声 我是主持人和安全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喜事件 我们准备和许先生聊一下中共中国这两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到底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这两个概念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许先生你知道这个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中共 中国就是中共 你爱中国就是爱中共 有些人说 这是共产党的阴谋 你们不能中了他的这个诡计 中国是中国 中共是中国 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反中共 当时我们要爱中国 您对这个问题 请谈谈您的看法 在中国是你没有办法把中共和中国分开的 它就是一个愚昧的共同体 它只不过是在这个愚昧的共同体上 生出了越来越恶劣的东西 那您的意思是 是不是说中共等于中国 这个中国既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指传统意义上的中国 我基本上不太把这些东西分开来看 但就是一回事 去年开始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 中国民众对美国对中共进行的贸易战 所造成的比如说华为公司 这个中兴公司对他们进行制裁 或者说惩罚 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个手段 甚至是美国总统川普 希望很多他的盟国或者说一些同盟国 能够不要去采购 采纳华为公司的产品 因为华为公司的产品 可能涉及到窃听泄密和支持产权的一个侵犯 那么很多民众觉得 如果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自由世界 如果对中共专制政权进行打击 或者说进行一个遏制的话 你千万不要 他们认为你不应该上级到中国的企业 尤其是中国的民间企业 你们对民间企业大打出手 那么他们觉得你这样是 中共和中国不分 是在打击中国的这个经济 所以他们希望西方的尤其是美国 不要对中国的经济进行伤害 或者说进行一些一系列的一个措施 制裁措施 那么希望他们只是对中共 就是精确知道打导弹 也要对这个定向的进行爆破 不要去伤及到中国的一个国民经济 或者中国的经济 因为他们认为 等某一天我们中国民主了 我们这些企业还是需要的 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对这个中国 中国的这个民主事业 有很大的一个促进和帮助 所以他们就希望这个美国政府 能够高抬贵手 这个放中国民营企业 比如说华为中心这种企业 披着民营企业外 披着这些这些洋企 能够放他们一马 你怎么看这些事情 这个事情我就觉得 还是比较滑稽的 因为它肯定还是有几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的 最重要的一个层面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中国的 这个对中共不爽的人 他们老是把川普当成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统 或者是他们心中的 那个中国的总统 但事实上川普是美国的总统 他的所有的工作 他所有的 他要效忠的是 这个是新挑戚所代表的这个国家 这是最正当的 而且符合道德的一种选择 他的选择那就是 中国是我的敌人 这毫无疑问 他偷走了我的工作 偷走了我们这边土地上的创造 他们是贼 这个东西是毫无疑问的 非常有正当性的 他没有理由去替你中国的这些人 去争取自由 争取自由 中国的争取自由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你既然是那么认同中国 你应该去争取自由 你应该去为这个事情 去付出代价 另外如果从第三点来看的话 那就是说 那你在 你如果是你把中国 比作纳粹德国的话 纳粹德国的话 说哎呀 我们只应 你你你你你你 你你你你你只应该打击希特勒 你不应该去打击普通的 德国公司克鲁伯 你都不应该打 我觉得这个 当哪个国家处在一种敌对状态下的时候 需要分彼此吗 最新的好像美国副总统还是什么 就把这个韩国 北韩 伊朗叙利亚和中国列为四大的这个野蛮的流氓国家 对啊 他这个流氓国家自然也包括了 把这种写中国两个字 没有写中共 对吧 因为他就是一回事嘛 对吧 那你你你你不存在说是没有中国的中共吗 对吧 我如果我们要把中国和中共分开的话 你告诉我如果没有中国还有中共吗 这是一个最常识的 但是反过来可以啊 没有中共可以有中国 没有中共也可以 如果你真正的要去除掉了这个这个 这个中共的这样一种邪恶观念的话 保证其余 我刚才讲的那几点自由的基础之上 中国这种国家还能存在吗 一种王朝体系还能存在吗 这种王朝体系也不应该存在的 他们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中共的王朝体系 那是更不可能的 然后继续去欺负周围的人是吧 对啊 不是我们在 还想建立一种朝共体系 对啊 我们在网上面不是看到很多人对维吾尔族 还有这个藏族的这个独立要求 他们觉得啊 你这个藏族在长江流域还是什么 这个水源的这个上游啊 你掌握着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水 水源的这个命脉 你千万不能独立 因为是吧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千万不能让 我们的水源源头 变成一个外国人 你说这个人 你说这个是在某些这个知识分子当中 比较流行的一个看法 而且你说的具体是谁 我也知道 这个人在几天前我见过 他的另外一个朋友 在当时我们在自由讨论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大概意思就是 那个地方如何如何 我当时就是 一分天一 我没有一分天一 我就提醒了他一句 我说你干嘛老惦记着别人家的财产 他认为是他们家的 这是不符合文明逻辑的 你们家邻居院子里面有一些很好的东西 他们这种人是不是可以成为爱国者 我觉得叫爱国贼 怎么叫爱国贼呢 因为没有道理嘛 因为他们在国家的观念之下 他们否定了人嘛 他们没明白人是什么 但是他们确实表现出来很爱国 他们的国家是不需要人的 甚至是杀了都不觉得可惜的 这另外一回事 国为人存在 而不是人为国存在 除非你告诉我说 这个国家不需要人 这个国家所有的人 仅仅是为了 让这个国所赖以存在的一个数字 那我觉得这样的国是非常邪恶的 这个肯定不符合今天这个事件 我们对人的理解 国家的理解 和自由民主宪政的理解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西藏问题也罢 新疆问题也罢 那个原来就不是你的土地 原来就不是你 原来就一直被你欺负 就这么点事 那你别欺负人家不就完了吗 对吧 你何必老惦记着邻居家的财产呢 习惯了可能已经 他们的国家观念的建构当中 就包括了这些内容 但是 有时候也无可厚非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代人 包括我们这一代人 从小到大受了什么教育呢 共产党的教育 在共产党的教育体系里面 长大成长 在中国共产党教育体系里面 我们获得了知识 我们的课本都是共产党编的 那么 所以自然而然 潜移默化 我们接受了共产党 所有的洗脑 那么结果呢 就是 人人成为共产党的信徒 80年以后呢 中国的年轻人接触了很多西方的书籍和知识 他们呢 恍然大悟 知道这个 有很多先进的一个思想和理念 和中国的以前这个 我们所受的教育呢 是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那么我们呢 几乎就是一个 有一个种感觉就是 打开了一扇窗户 让我们看到了蓝色的天空 和这个金色的阳光 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真理和知识的温暖 那么在很多年轻人就自己去自学 然后去思考 去讨论 他们得出了很多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概念观念 那么这些观念呢 使得1989年 爆发了北京的学生 请愿运动 因为学生认为 一个我们的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 不管是历史上的中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国家 应该通过改良 共产党应该经过改良 经过政治改革 逐渐地过渡到 西方的民主体制 那么您对这一段的 这个转变是怎么看 是否有您的自己的一个想法 实际上就是说 那个一方面是翻译到中国的著作 基本上都是一些左地的著作 真正的 我刚才提到那哈耶克的书 在80年代的时候 并没有流行起来 很少有人看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在中国不仅仅是知识界 可能在很多普通人当中 对西方都是误读的 因为包括我们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 应该华人这么多 他们并不去深入地 去了解西方文明政治的根基 如果还不去了解 这种文明政治的根基的话 那你反思一下 它89的时候 所谓的改良 所谓的这种反腐 所谓的这种东西 它都是建立在一种 王朝政治的基础之上 这个我们都应该认识到 在1980年 或者说甚至1989年 中国的庞大的人口里面 真正的受到良好的教育 或者说甚至完整的教育 比例很低 比例很低 比如说有多少人读完了小学 有多少人读完了初中 有多少人读完了高中 有多少人念了大学 所以中国的知识面 就是甚至说我们的这个 私自律 甚至说我们说的文盲 很多很多 没有多少人能够接触到知识 掌握知识 更黄人 有多少人能够接触到 西方的 先进的 现代的文明知识 所以这里面就牵扯了 就是 所以说为什么我反复讲 不要把中国和中共分开 因为就是说 中共是人类文明的黑洞 中国也是 它就是这样建立在 这样一个渔民群体之上的 一个渔民组织 非常愚昧的一群组织 你像在中国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从衣食住行到思想观念 所有的事情你都会发现 他们往往都是处在一种 把人降低到动物层面上去 追求一些 一些最低级的一些事情 感官刺激等等 也可以说是很实事求实啊 因为中国很多人 没有多少文化教育水平 那么他们确实 他们的人生的追求 真的是和比较低层次的这种 所以但是 我刚才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就是我在讲 就是说在中国 一直对西方是误独 这误独是在哪呢 就包括他们不了解 都在喊民主 他们都不知道 民主的内涵是什么 民主是一种有道德的争执 是建立在一定的 道德秩序之上的 如果这地方的人 要是普遍的没有道德的话 这种民主是建立不起来的 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民主是一种制度 是吧 这我们都知道 只要这种制度建起来 它会反过来促进人性的 往向上的方向发展 但是 你如何才能把这样一套制度建立起来 它首先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就是建立这套制度的这些人 他不是一些 至少大体不是一些道德败坏的人 您对于是 tidak不都这些人都会带看来的 这些人都会被建立起来的 但是这一套制度建立起来的 所有人都要去中心 现在都可以先开到 但是这些人的身形 没有啊 感谢观看